10月19日,新智磊,雷佳音,李宪以及葛优一同主演的电影《古董局中局》剧组在铁岭聚餐 而翟天林也被发现现身聚餐现场 当天他们有戴口罩墨镜,穿着一身黑衣 在几位男士陪同下一起到场 据爆料族有透露,新智磊直到用餐完毕才从包厢走出来 包裹延时,朱莉还阻止大家拍照 过了不久,翟天林也在朋友的陪伴下从包厢出来 据悉,在翟天林深陷学术风波前 与新智磊被拍到一同现身机场而曝光练情 并且在行进间还和翟天林拉开很长一段距离 但是最终还是被网友发现 由此也传出了两人练情的绯闻 但双方均未承认非常低调 翟天林可算是狠狠地火了一把 只不过他的火是靠着学术造假一事 在微博中可以说是引爆了话题度 成功地共读完博士 并且顺利地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入职通知 但却一下子被全网黑 真是非常的大起大落了